优先制圆到野区 为了制圆先开 赵兴强行过去把这红buff拿到 回来了 为了自己 收到一点围追堵截 也强行拉开 威斯塔没闪现 被警惑 威斯塔要先被秒了 威斯塔先被秒 你强来拿到这个人头 红四方这几个人要做溃退了 不是那这波尼斯卡好伤啊 交个闪现过来 连续是尼斯卡了 他主要这波把闪现交了 接下来如果说中路妖姬 练组他配合上打野 还是有机会一趟秒的 说到打野 赵兴没闪现 又是在野区 没破 人头给到威斯塔 这里威斯塔反对 但是女强是有双招的呀 感觉 感觉打不起来 看能不能比较技能呢 但是汉桑很残 这汉桑又开始犯队了 这直接执刀了 威斯塔直接过来了 甚至不需要他 闪现一波对线的单杀 这闪也不交 如果说这一波你这 这里 有一手台 卡牌然后飞 先交闪 但是飞到塔下了 这台的控制没能衔接上 是的 离得太远啊 但一波不行再来一波 闪现丢斧子 这波所有的伤害 all in 灌上 这波猫根并没有选择 直接猥琐在塔缝里 刚才是猫根是想 风格主义 一个容易冲动 另一个就是 非常的理性思考 摩根怎么说 走到脸上 摩根没闪现的 我们爸爸的照片 开大 这伤害起不来 太高了 总有人是送温暖 那个人永远是摩根 摩根这个眼总是插不出来 回忆住 察觉到了戴福特回家 直接控制个小龙 小龙打得很快 这小龙的话 威勒也不想过来拿了 这个阶段确实 Fanatic是很强的 感觉这波威勒上线 还是要找机会把这些风 卡牌又上来了 我感觉要动手了 卡牌321落地 想动 来了 超尾这边也没有想着踢过去了 直接卖掉了 这啥呀 我有一点不太明 先看一下下路这种 大夫的这边被暴示 现傻 这个是2v2现傻 出问题了 肯定是还在 在塔下 然后叫队友去逼过来 我们先看这里 这是双踢过来了 毛根生气了 说你敢干磕我 我直接拿你下路动手 邀机也过来 运助病 你这里直接被秒掉 同志的后续 海里桑也被打散 奥拉夫现在是有点这个 找不到目标 总算叫你把闪现 强行带动女探 看自己要被EZ所收下 我们海里桑 刚才第一时间不走 你第二时间还能走吗 练住了 练住了 这一波寒华的TP包下 做得非常的成功 然后尼斯基 开启 又打起来了 看一下 维斯塔身上是没有闪现的 海里桑这开大过来 但是没有能够威祸到 再一台 你们很危险 先发一个大招 但维了这里是大招的闪现 之后拉开身位了 最终是杀掉了威士塔 斯特赶紧交一级 能拉开身位 妖姬很想找点 烧拉夫前夕 又给他保起来了 这波EZ是没有TP的 但是他们又不想放 但是他们又不想放 海里桑的大招美好 对 落的大招美好 这个对于弗南提克来讲 很难把红色帮追到一起 是 但是这波 他们还想接吗 顺势抱团推一波中路吧 身上是有先锋的 用什么资源 要稍稍的发育一段时间 你抢下中路的兵线和视野 对 这边直接飞 直接飞 直接飞 看一下定哪里 没想象没想象没想象 差几秒钟的一个时间 海里桑大招也开启之后 最后人头是给到尼斯基 而且还要过来留威勒 但是威勒这里还是比较灵活的 杰晓龙的话是也太差了 因为他觉得奥拉夫 这个时候两件套 他觉得一定要打 对阿罗 照镜时间沿斧双开 又是先开辅助 辅助可能第一时间要被表了 卡牌落在这个安全的位置 一个黄牌先胡在辅助的脸上 红子方一直挂了一个大招 带着就直接翻打 博物肯直接穿了进去 开起立方大招 这波奥运如同天生下满 他有点猛 又是秒掉了一颗 这波可能是红子方的一波机会 旅程一个大招效果并不是很好 只打散了红子方的阵型 小鸡再次踩过来 又踩掉了最肥的奥拉夫 卡牌 黄牌 接永双定了卡牌 一张黄牌顶在头上 让妖姬打下了念头 那这样有机会大拢啊 我说实话不太理解 Fnatic这个时间段的决策 他不去做小龙的事业 然后还要硬去接 我感觉好奇怪 因为他们 首先他们上路 冰线是优势的 这天眼跟仓位 对自己的控制很自信 卖上自己 卖自己 叫招波闪 但是迷他给他捕了个大招 迷他自己被第一时间击火 Vista点了个盾 但是目前奥拉夫拿到这个人头 哇 这波 哇 这都敢飞 太吓人了 这都敢飞 真的很勇敢 我觉得这种操作 只有欧美的选手 可以做出来 不留闪 没有戳到 蟒就完事了 这召现实在根本就没有大招 但是他就是往前冲 一点道理都不讲 现在状态很差 被Depth这里一个一击的收下 Depth这边是没有闪现的 减速了一下 好像被牛 这边被抬到精华 描捷的是没有用啊 这里被控死 Fnatic表示我蟒是蟒 但是你也得付出代价 韩华现在完全被带入了 Fnatic的结构 又一张黄范在配合上 远方女枪的一个枪力带 于是直接带走 女枪拿下两个大人头 大时间是 但是后面 Helison这里回到自己队友身边 女上一个大招走的 效果并不好 在这里 直走着开启之后 又是让黄范糊脸 想找Vista Vista叫不闪躲了奥拉夫 真实伤害你 躲不掉奥拉夫 拿到这个人头 公司王怎么要被溃退了 Depth在这里 闪现根本交不出来 实际上是没有精华 直接被秒掉 在五个人面前 虽然说撑了一段时间 现在队友都倒了 这一波 哇 Vista太难了 主要是就是还是 韩华这个阵容 缺乏保护 他必须是要拉扯 而且不得不说 Helison Helison 这把的这个洛 和上把的一个太坦 发挥都特别的好 反散的话也是开到了 这个视野超越 战胜 Morgan战胜 这波感觉是韩华想要冲 但是第一时间 已经冲上去了 自己的大招被逼了出来 反身要是看Vista Vista感觉这边又跟 要招待掉了 但是卡牌在屏幕的左侧 已经被 在开纳的时候被黏住 再次击杀 是啊 拿到了一波赏金 那这样的话 双方是一波四打四 但是又 然后 妖姬直接很灵活 二的模拟民众直接拉开了 洛杰一台 前面的鳄鱼 鳄鱼第一时间顶零一波伤害 又发了一手卷手 鳄鱼还很低 孝心赞同 V勒被晃红败一地 帮拉夫给了一根斧头 带起表伤 让阿拉夫随后也换了 看下波克 波克也没表达 蓝森和几个人都比较残 到了残局的时候 看看超比能不能行 从高地上直接带了下去 台词卡牌再杀一个 拿到了一波大布克 他一个人杀掉了创牌 最后一个人头 又被拿下 三杀的妖姬 在残局当中操作了起来 哇 这波超比的 一个拉扯呀 超比力功 你没有任何的技能 可以再去开了 超比已经完全毕业了呀 超比这个帽子 做出二十五层书 现在没人吃得住他的伤害了 一套恋主感觉要死了 没什么魔胖的阿拉夫 真的像纸一样 虽然说现在的整个的经济 这里要开 也给到了一波减速 比如说这里大招直接交了出来 但是这里被扣到了 看一下在这边落台了两个人 女伤这波大招扫的还行 双方再一次拉扯才来 在正面的一个Adam已经先行被秒 Morgan这里进场上被套了一个虚弱 这里晕 晕中尼斯基 被解开 干锅解开 反正在一招黄牌 逼出Morgan的精神 那感觉Morgan这里要被卖掉了 Morgan没闪现 Morgan表示我还能再坚持一下呀 最后你们怎么就走了呢 这边人觉得闹单了呀 能操作一下吗 Def呢 怎么回事 计划差一点点 脚一进的拉开 后续想换 但是没能换掉 这波最后的战国是韩华 推掉了上周两条路 不重要 对 结果来说的话 弗仁哥现在也很难受了 因为你推了两路 对于左边这个声音来说 就有点出不来了 是的 女坦发起了一波先手 太想去扩大战国了 二有妖机 摩影迷宗 用镜花水域 已经是7-0-7的 刚才这个二段W已经跳出屏幕之外了 是吧 神龙见首不见尾啊 这边利用视野还在一个很挑钻的位置 想等待一下 看有没有有缘人 有缘人似乎来了 有缘人似乎来了 有缘人真来了 有缘人似乎来了 一千块兄弟们 一千块就是这一波 一千块 一千块 最后这边一个 给他反身一击 哎 就这一段彩 没办法 最后再AQ 尼湘也是个AQ 对 是的 找我 这怎么回事 这什么情况啊 海里桑 队友救救救 但是没得救到 救不到了 直接通关天灵直接炸死 那这样 说海里桑又站得出来 这波海里桑 有点奇怪啊 终究还是错付了 海里桑心里也苦啊 这毕竟也要承担 这个做事业的责任 对 因为洛其实算是 应付里面非常脆的辅助了 接不了 看盘有大招 但还没有放 你看到了 小平请见吧 看盘Vipo 怎么说 Vipo进去之后找个大招开 想当英雄 这不行 三千多血剑 哇 直接被秒了 太早了吧进去的 主要是没视野 也没事也没事 是啊 啊 这里闪现开 你要被哥哥击破了两路 走位 太大就是默昏 这里砍起来 先把威乐给砍死 威乐这一把也没什么存在感 但是Morgan现在抢起来了 到了他发力的时间点了 直接横冲直撞 冲到对面两个人脸上 还在这里也救王 NV也死 而我们看到Nitski还在追 闪现过来想要追Chobie 追了个空气之后 再抬一个暴 怎么说 谈不谈 摸不到人啊 走位 而且主要是闪现过来 头上顶着这张红牌 下路推心配一波了 往这里 折磨 被拿捏 结束了呀 被拿捏 我们要恭喜韩华 在这一场BO1中 将比赛拿下 自己的成绩可以来到 三胜二负 感觉这把Fnatic 有点葬送好局了 Fnatic这把就是 成也莽 败也莽 是 凭借着比较的冲动 莽赵 打出了一些优势 打出了一些优势